好,那么我们首先还是说一下我们上午学的一些新东西 上午的话我们还是从这个世界冒泡这个东西开始讲的 什么是世界冒泡 世界冒泡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我们在一个元素上绑定了一个世界 世界上绑定一个函数 然后我们在筑发这个世界的时候 这个元素的世界会往它的复级传递 那么复级接触到这个世界之后 接着再往上传 如果复级在这个世界上绑定了函数 那么就会执行这个函数 如果没有绑定就不执行 但是它这个世界还是会往上传 然后一直往上传 传到什么时候呢 传到最顶级 顶级的那个叫什么呢 Document 是吧 凡是什么绑定在这个世界上绑定函数的 都会得到执行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这个世界冒泡 这个机制 世界冒泡这个机制的话 有时候的话 我们不需要它这么做 是吧 不需要它这么做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什么呢 用这个Event对象 这个Event对象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在发生事件的时候 就会发生 就会有这个Event对象的产生 那么我们怎么用它呢 就是我们在发生事件的时候 怎么样 把这个Event对象把它传进去就行了 是吧 你传什么就用什么 反正它这个变量就代表Event对象 然后用这个对象上面的什么 Stop Propagation 这个方法就可以阻止这个事件往上传 是吧 阻止这个事件往上传 那么的话 这个阻止传了之后 它就指在这个事件 指在自己这个地方 是吧 停止了吧 它上面反正的函数也会执行 但是这个事件会往上传的 那么在它这个位置上就停止了 这是关于这个事件冒号以及事件的冒号的这个阻止 是吧 那么我们说呢 就是有时候我们还要阻止默认行为 默认行为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 比如说我们表单的这个提交 点击Submit 是吧 点击Submit 这个表单就会自动的把这个表单里面的数据 是吧 提交到一个ActionD的地址 是吧 这是一个默认的行为 那么如果想阻止这个默认行为的话 还是用这个Event的对象 是吧 然后Event Provint Default 可以什么呢 阻止这个默认行为 让它不提交 是吧 不提交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呢 有时候我们是希望怎么呢 我们不让表单自己提交 我们后面要学到Ajax 用Ajax的来路 我们来自己提交 是吧 那么又会用到这个东西 那么这个阻止默认行为 以及什么 阻止这个事件冒号 可以什么 核写成什么 Return Force 是吧 核写成Return Force 所以说用Return Force 就可以实现这两个功能 是吧 那么凡是要碰到这两个地方的话 都可以写Return Force 好 这之关事件冒号 以及什么 阻止默认行为 那么接着我们做了一个弹框 这个弹框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们点击 就是说我们点击 弹框到周围 可以什么呢 可以关闭这个弹框 是吧 那么的话 点击弹框的周围 可以关闭弹框的话 我们是什么呢 在Document上 绑了一个事件 是吧 点击Document 把这个弹框关闭 是吧 那么的话 点击Document的话 也包括什么呢 我们点击弹框本身的时候 那么这个事件 也会冒泡到Document上面 导致它关闭 是吧 所以说我们在那个 弹框本身 阻止了事件冒泡 是吧 那么就可以实验这个效果 弹框本身点击的话 不会把click往上传 所以弹框其他地方的话 点击的话 会把事件往上传 导致什么呢 Document执行那个 执行那个什么 关闭弹框的一个操作 是吧 好 这是关于阻止事件冒泡的 这是一个例子 是吧 一个例子 好 接着我们说到了 事件冒泡呢 那么 当然是什么 它的不利的地方 我们要阻止 我们用事件冒泡这个机制 主要是为了利用它的一些 好的地方 是吧 什么地方呢 就是我们要用到什么呢 比如说这个事件委托 就是利用事件冒泡的原理 什么事件委托呢 我们把事件绑定在负极上面 是吧 然后子极的话 发生事件会冒泡到负极上面来 是这样的啊 它会冒泡是吧 冒泡到负极上面来 冒泡接受到这个事件之后 可以什么呢 可以判断这个子极 哪个子极发生的事件 是吧 那么我们的什么呢 Dollar list就是当前发生事件的这个子极吧 这里面的Dollar list就可以是 是它的子极啊 通过判断子极的这个特征来执行相应的操作啊 那么这个叫事件委托是吧 事件委托的话可以什么呢 实际上是什么 提高性能吧 它可以减少这个绑定的次数啊 提高性能 然后的话 还可以什么样呢 新加入的子元素 如果之前没有绑的是吧 那么如果不用事件委托的话 没绑的新加入的元素 还得什么 再绑定吧 那么如果用事件委托的话 就不用这个操作了 是吧 反正事件在复级上面 你的子极不管是新加入的 还是已有的 都会冒号到这个复级上面 是吧 我通过判断你的子极 然后执行相应的操作啊 这就是什么呢 事件委托它的好处啊 事件委托实际上很多时候可以精简代码的啊 精简很多代码啊 好 那么这个是事件委托啊 事件委托的话 我们就是还没有做一个很综合的例子啊 那么接着我们来说一下这个节点操作是吧 节点操作之后就是可以 针对这个的话 一起做一个综合的例子啊 那么上午我们就把节点操作也说了一下 是吧 节点操作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动态的创建节点 然后把它放在页面上是吧 或者是对已有的节点怎么样 啊 换位置吧 把它屌位置 是不是这样的啊 把它放到另外一个地方啊 这是关于节点操作 一个是操作新建的节点 一个是操作已有的节点 是吧 那么操作这些节点有有有这几种方法 是吧 有append和prepend这种方法 是吧 append这个方法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这个元素 是吧 我的里面的后面要插入元素 是这样的啊 那么就是我append 怎么样呢 一个元素 是吧 那么这个元素的话要插入到我的这个内部的里面的后面 是不是这样的 这个意思啊 然后append to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要 什么放入到一个元素的里面的后面 是不是这样的啊 就是这个意思啊 然后还有一个是prepend和prepend to 是不是这样意思啊 prepend就是说我的这个里面的前面 是吧 我的里面的前面要放入元素啊 这个意思啊 好 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我我要放入到一个元素的里面的前面啊 好 append是什么意思呢 是吧 append是我的后面要放入一个元素 是吧 我的后面要放入一个元素 insert after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我要放入一个元素的后面 我要去到一个元素的后面 这样的 before的话就是跟它相反 是吧 我的前面要放一个元素 insert before是什么意思啊 我要放到一个元素的前面啊 就这个意思 好 那么这个理解之后就方便我们什么呢 去操作一些节点吧 是吧 好 我们刚才说的节点是什么呢 包括新建的以及什么 已有的是吧 新建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直接放入啊 已有的话是相当于是换位置 是吧 换到另外一个位置上去啊 相当于什么 剪切吧 是吧 把原来的剪切掉 然后粘贴到另外一个地方啊 好 那么的话还有关于这个什么呢 删除节点啊 这个比较简单 就是选中这个节点 然后什么 remove 是吧 就删掉了啊 好 这个大概就是我们上午说的一些新的知识点啊 新的知识 好 那么接着的话 我们就来结合这个什么呢 结合这个知识点啊 这些知识点来看一个中复的例子啊 这个例子的话 实际上也是什么呢 也是什么 也是经常考的一个例子上 面试的时候经常考 而且什么呢 实际实际应用中也是很有什么 很有指导性的啊 这个例子 就是我们实际应用中什么开发一些节点操作啊 做一些节点操作 可以用这个例子来做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todo list todo list这个什么呢 就是一个计划列表 是吧 好 这个也发给大家了吧 前两天发给大家了 好像是啊 这个todo list 是吧 我们来看一下啊 好 这个todo list的啊 todo list 好 大家可能要找一下 好像是前两天发给大家的吧 还有一个整平滚动是吧 还有一个整平滚动的例子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todo list的 这个本身它的功能是已经做上去了啊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这是一个计划列表是吧 比如说我先要学HTML是吧 再学SSS 然后再学加SQ5是吧 好 比如说我要学Python是吧 就这里面可以加一个是吧 学习 学习Python是吧 PH 学习Python是吧 然后点这个增加 它是不是增加上来了是吧 是不是学习Python呢 好 假如说我怎么样呢 我想调它们的顺序是吧 比如说我要先学Python是不这样的 我可以把它提上去吧 点这个向上 是不是上去了 点向上是吧 再向上 再向上是吧 先学Python是吧 学完Python再学HTML是吧 好 那么我如果再点向上的话怎么样 它会弹出一个什么 到顶的吧 是吧 好 比如说我GNS 我想学了Python再学GNS是吧 然后把它提上去是不这样的 是不是可以提上去啊 或者把这个HTML把它拿下来是吧 是不是可以拿下来啊 拿来之后这个HTML上去了 好 就是这一效果啊 好 那么如果说这个 我觉得这个HTML我已经学完了是吧 学完之后我就暂时不学了我就可以把它删除吧 好 点这个删除是不是可以把它删掉啊 删掉啊 就这些操作啊 其实实际开发中我们会做这些列表的操作的啊 实际上是很实际的一个例子 好 那么这样一个例子的话是我们看一下是怎么实现的是吧 这个例子啊 好 那么这个例子的话首先是什么呢 首先是什么 我们要新增一些东西是吧 新增一些东西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结构吧 先看一下这个突突历史的它的结构啊 好这个GS的话 那么一会我们把它去掉啊 去掉的时候自己写一下啊 好 大概是这样子的 是吧 这样一个结构啊 那么这上面的话是一个这个input的输入框是吧 这里面输入你要做的事情 然后这个点这个增加 它就会增加进去吧 增加进去实际上是把你这个输入的东西 是吧 输入东西 然后是实际上类似于就拼成一个这样一个字符串吧 然后塞到这个里面来 是不是这样呢 塞到这个UL的最底部是吧 塞到UL的最底部吧 好 这样一个啊 那么就是要获取这个里面输入的内容吧 输入内容啊 那么的话就放到这个底部啊 就是我们学的节点操作的什么 append吧 是不是append的可以放进来啊 放进来啊 好 那么的话这是 就是已有的有三条吧 已有的就有三条啊 好 就这样的一个结构啊 这每一个LI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就是每个LI就是这里面的一条是吧 看一下啊 检查一下 好 这里面每个LI是不是就是这些东西啊 是吧 就这些东西啊 每条LI 就是一个是学习的内容是吧 然后是这个三个操作按钮吧 看到没有 是不是三个操作按钮啊 好 好 然后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怎么做的 是吧 好 先来看一下啊 那么的话这个文件带都有了吧 都有之后我们先把这个什么 先把它把它删掉啊 删掉啊 你你你你也可以注掉啊 看一下啊 假如把它删掉啊 删掉之后我们来怎么做呢 是吧 怎么做啊 首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来把第一步做出来是吧 第一步做出来 第一步是干嘛呢 就是要什么呢 要把这个什么 内容加进去吧 是吧 好 比如说这个 我刷新一下是吧 比如说我输入一个内容 然后点增加 它应该放到这个地方来吧 放到这个地方来啊 好 这个的话就是什么呢 增加一个 实际上就是增加一条LI吧 是吧 好 那么的话 我进来的时候 首先是什么呢 是做他的这个 做这个的什么 做这个的click事件吧 click事件啊 好 比如说这个ID等于BTN1 是吧 好 那么的话我们可以怎么来呢 先获取一下这几个东西吧 比如说这个 比如说这个Dollar是吧 Dollar Input Input Tax 这个是输入这个什么呢 输入这个文本 输入这个内容的这个地方是吧 好 然后就等于这个Dollar什么呢 Dollar这个警号 它是吧 TXT0 TXT1 是不这样的 好吧 是三个获取的 是吧 所以我们就是要操作它 操作这个Input 操作这个Input 以及操作这个Ul吧 它这个Ul 好 那么比如说这个Dollar什么呢 BTN就等于这个Dollar什么呢 是吧 多了这个什么 这个BTN1 是吧 0.1 好 警号 BTN1 是不这样的 好 好 接着再来获取这个Ul吧 Ul 比如说挖一个DollarUl吧 就等于这个 多了什么呢 这个 历史的吧 警号 历史的 好 这样获取到这三个了 是吧 接着的话我们是 主要是先是要操作这个什么呢 这个 这个按钮吧 是吧 好 那么操作这个按钮的话 什么呢 就是DollarBTN 什么 click的时候吧 click的时候啊 那么我何必一进来 一进来的时候 把它的Value读过来 可不可以啊 再点击BTN 增加 应该不行吧 是吧 我一进来的时候 把它的这个 把这个input的框 一开始我把它读过来 可不可以啊 一进来的时候 读过来不行吧 它一开始它是空的 是这样的啊 所以说应该是点击的时候 再去读吧 不应该一开始进来就读吧 要进来就读 肯定是空的 是吧 好 所以说点击的时候再读 这个click的时候 来个function 是吧 好 然后先来读一下 它里面的这个值吧 里面输入什么东西 是吧 好 比如说我定一个 Dollar什么 Val 是吧 就等于这个什么呢 这个input的 它的什么呢 Value吧 它的Val 它的什么Val 是吧 然后是括号 是这样的 好 上次我放 他上次剪过这个是吧 就是获取这个input框的 它的值的话 用这个是吧 这个啊 好 就是获取input 输入框 的内容 好 输入框的内容是吧 获取这个输入框的内容之后 我们要干嘛呢 是吧 要把它什么呢 要把它 放到一个什么呢 把这个内容啊 把这个内容干嘛呢 我们要拼成这样一个字符串吧 是吧 拼成这样一个字符串呢 然后再塞到这个Ul里面来 是不是这样的 是不是可以增加一条啊 好 像这样一个字符串是吧 这样一个字符串的话 其实要把内容放到这里是吧 是不是要放到这里啊 是吧 好 那么怎么做呢 是吧 那么 其实上我们在这个 做这个之前的话 还有一个要注意的 就是说 如果这个里面是空的 怎么办呢 是吧 空的应该什么呀 应该提示一下它吧 请输入内容吧 是吧 你总不能把空的放到这个地方吧 是吧 好 那么我们来做一个判断吧 是吧 如果依附这个什么呢 依附这个dollar Val 是吧 Val 等于一个什么 空吧 等于一个空 那么怎么样呢 就什么 alert一个什么呢 请输入内容 是吧 请输入内容 好 请输入内容 之后怎么样呢 就来一个什么 接着就来一个什么 来一个什么 Return吧 Return Return是什么意思呢 就直接什么 从这里结束这个运行吧 结束这个整个函数运行 是吧 就下面就不做了 是吧 下面就 不接着往下面做 就是跳出这个 这个函数啊 就直接回去了 是吧 回去了 好 来看一下 好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一下 如果刷新一下 是吧 刷新一下之后 我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空的吧 我直接点增加 它是不是什么 请输入内容啊 是吧 然后就不做什么事情了 是吧 做什么事情了 我必须增加内容才行吧 比如说我输入一个内容 是吧 点增加 那么就是它就接着往下做了 是吧 接着往下走了 下面的什么东西还没定义 是吧 好 这个先 先什么 有一个关卡吧 这个关卡过的时候 才做下面的事情 是不是这样的啊 下面的事情 我就可以接着做了 是吧 这个关卡不过的话 下面的事情就不做了 这个意思啊 好 这个return的话 就是返回 直接什么 结束 是吧 好 那么接着我要拼这样一个字符串 是吧 拼这样一个字符串 是吧 拼这样一个字符串 怎么拼呢 这么写啊 那么我新建一个 挖一个什么 多了 Li 是吧 就等于什么呢 我们上学的话 新建一个标签 是不是这样的啊 新建一个标签啊 这就Li就是一个标签吧 是吧 新建这样一个标签啊 多了 什么呢 然后里面是 里面是这个 这个标签里面都是双引号吧 那我外面写个单引号 是吧 单引号是吧 单引号里面写什么呢 把这个标签的内容 是不是可以拷贝过来呀 拷贝过来一下 是吧 它就是一个模板 类似于是吧 相当于就是一个模板 是吧 好 我复制一份过来 是不是这样子可以啊 复制一份过来啊 好 复制一份过来之后 那么的话 这样创建的是一个固定的什么Li 里面内容没变吧 现在呢 这个内容是不是要变一下 是吧 这个要变一下怎么变呢 这样子把它选中了 用单引号引起来吧 然后两边加两个加号吧 是吧 加 是不是这样加啊 加 这个地方就是那个变量吧 就是输入这个变量是吧 就是这个多了什么呢 多了Val吧 多了Val啊 好 那么这是新建的一个什么Li是吧 新一个Li之后要怎么样呢 要放到这个地方来是吧 放到这个地方来 那么就是什么呢 两种写法 一种是什么呢 他 Append to啊 或者是什么 就是这个多了Val Append是吧 两种写法都行啊 比如说这个多了Val 然后是Append吧 Append Append什么 这个多了Li 是这样的 多了Li 好 这样子来看一下啊 好 好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效果是吧 好 刷新一下是吧 刷新的时候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好 点增加是吧 就可以增加了 好 我再点增加 是不是可以接着增加了 那这不行吧 是吧 你看 应该不能增加相同的内容吧 是吧 你看 一直增加啊 好 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还有一个效果 就是说 我增加完之后 是不是应该把它给清空啊 清空一下你再增加不上去是吧 不能增加什么相同的内容啊 好 那么怎么清空呢 那么就 这里时候 是吧 加完之后怎么样呢 而喷了之后啊 而喷了之后的话 把这个什么呢 把这个什么 把它清空一下啊 那么就是多了什么呢 这个是吧 清空一下是吧 现在我们应该是这样是吧 给它一个空字符算吧 是不是这样的啊 清空一下啊 再来看一下啊 好 我来刷新一下是吧 那么这个 增加啊 增加啊 好 是不是清空了 好 再点是不是什么 请输入内容吧 这就是卡住了是吧 不能连续的增加啊 再来 是吧 再来 好 这个没问题吧 好 这第一步做好了是吧 好 第一步做好了啊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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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